錫字 金 銀 銅 鐵 鋁 这里是岛上居民采矿的地方 这块红褐色的矿石呢 是赤铁矿 可以提炼出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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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面无丝 火车在铁路上行驶 铁可以用来制作刀叉 机器零件、铁锹等 是一种运用广泛的金属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其他的常见金属吧 这种黄颤颤的金属是铜 常被胶筑成雕像 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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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铜 铜镜 铜墙铁壁 古代女子对着铜镜梳妆 这种金黄色的金属就是金 常被用来制作首饰 比如金项链、金手链等 纠许 家底 工资 这种银灰色的金属是银 也常被用来制作手势 比如银手镯、银吊坠等 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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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 银杯 银行 奶奶老了,满头银发 不是所有银灰色的金属都是银 银也是银灰色的 用来煮饭的高压锅就是银做的 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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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矿 银锅 银合金 新房子有八扇银合金窗户 这五种常见金属,大家可要记住了 以后在生活中就能区分它们 好了,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吧 小朋友们,下次再见 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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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